这是金刚狼唯一一次全裸出镜 此时的狼叔无论是颜值 还是身材都处于巅峰 那真是男人见了腿打摆自心发慌 女人见了浑身都索武裤裆 不过作为一个强大的变种人 狼叔同样还肩负着拯救世界的使命 可眼前的几个小混混却毫不讲理 只因狼叔睡了他心爱的女人 他就对狼叔轻空淡加 但狼叔也不是好惹的 他硬扛伤害挥舞力掌 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战斗 之后他来到了1973年的变种人血缘 并把关于逆转未来的一切都告诉了教授 可当教授得知他是来自五十年后 顿时觉得狼叔的精神出现了问题 直到狼叔说出了一个 教授从未对别人说过的秘密 他才开始勉强相信 但想要阻止魔性欲光 靠他们三人肯定不够 除非能得到万死亡的帮助 然而这个时期的老万因为自杀总统未遂 正被关在一个没有丝毫金属的地下监牢 想把他救出来简直难如登天 就在几人毫无对策时 狼叔却突然想起一个他曾认识的问题少年 随后三人找到少年 而对方认识年轻的快银 一听说要去五角大楼劫狱 无聊的快银顿时来了兴趣 事不宜迟几人兵分三路 野兽汉可拿出自制设备 眨眼就搞定了这里的所有监控 快银则赶在安保走近电梯的瞬间 以若眼不可见的速度打掉对方的帽子 等他弯腰捡起时 却发现电梯里竟多了一个人 可一切已经为时已晚 只见快银掏出胶带 下一秒安保就被牢牢粘在了墙上 他则换上衣服 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关押老万的密室 接着把带有盒饭的纸条送了进去 提醒老万小心玻璃 然后他的双手开始飞速震动 不消片刻玻璃就被全部震碎 等老万奋力爬上来后 快银则贴心地扶住老万的脑袋 告诉他小心别扭伤脖子 首次体验高速的老万瞪改一阵反胃 可以扭头却发现快银连衣服都换好 当电停门再次开启后 教授和狼叔已经等候多时 可还没来得及叙旧 大批安保也同时追来 老万健壮准备发动超能力 安保也准备立刻开火 危急关头 周围的一切都逐渐陷入停止状态 唯独快银弹定带上耳机 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闲暇至于还尝了一下五角大楼的伙食 狱警们像玩偶一样任他摆弄 快银调整好他们的动作轨迹 再把射向老万的子弹调整一下位置 有了快银的帮助 他们成功从五角大楼逃了出来 在感谢玩对方的帮助后 几人就登上了寻找魔形女的飞机 与此同时 提里昂正在卫军方展示哨兵机器人 并表示他已经研制出变种人追踪器 谁料下一秒追踪器尽量起了红灯 并直接锁定了面前的一位将军 无奈之下魔形女索性不再伪装 迅速打倒全部守卫 就在他准备干掉提里昂时 老万和教授几人及时出现 被转移注意力的魔形女 不慎被使追客上校当场搂住 然而老万甚至解决问题的关键 就是干掉引发问题的人 于是他决定干掉魔形女永绝后患 这样军方就永远不可能造出 恢复这一能的哨兵 见识不妙的魔形女跳窗逃跑 可老万依旧毫不留情地扣下扳机 子弹在他的控制下 直接拐弯击中魔形女小腿 就在老万要终结魔形女时 野兽及时赶到 魔形女这才混进人群逃过一劫 虽然他们成功阻止了魔形女的自杀 但变种人的强大一能也彻底曝光在大众时 提里昂趁机大肆宣扬变种人的可怕 意识到危机的总统提前批准了哨兵计划 而更糟糕的是 提里昂通过魔形女留在现场的血液 居然很快就发现了他变形的秘密 这意味着终极哨兵也即将诞生